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獅獅獅獅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 OK 香港要開箱的不是遊戲 是iPhone 8 Plus 那大師呢是第一次買Apple的產品 手機 那因為之前的手機都是用安卓的系統 然後我之前大師是用華碩的 那我用了仰臉 他實在是已經燉到快不行了 所以剛好這是iPhone 8上市 我想說就直接買iPhone 8 那很多人問我又不要買iPhone X 但我實在是不想買iPhone X 雖然價格如果是64G跟我買的 但是買的是iPhone 8 Plus 已經是256GB了 那其實跟iPhone X的64GB好像只差1000還2000吧 有點忘記了 但是iPhone X的256GB的話就是41500 但我覺得我實在是不想用臉部辨識這個東西 然後加上我也沒玩過那個Touch ID 就是我們的指紋辨識 所以呢 最後想一下還是買iPhone 8好了 OK 那我會買iPhone 8 Plus 只是因為主要是它有雙鏡頭 對 我只是為了雙鏡頭而買的 因為它可以玩人像模式 那因為大師有在錄影嘛 那我想說大螢幕玩遊戲也比較好玩 因為之前有錄神魔之塔啦 那之前雖然是用電腦模擬器去玩的 不過那個轉著實在有點難轉 所以以後可能會用iPhone 8來錄 OK 那我們其實開箱應該很多人都看過了啦 那我就是這張看一下 然後裡面呢就是一些配件 那配件就是 據說我看別人是說都是參考以前的那個 配件都一模一樣 然後卡針我有先拿出來 它就附給卡針 然後裡面有個這些說明書 那這些就是你通常大家都不會看啊 然後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iPhone Apple蘋果的貼紙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這是一個 唉唷 變壓器 充電頭 然後跟耳機 耳機 看到齁 耳機 轉一下 OK 耳機 然後耳機 然後我記得 這個 它要來挺跟 一個 3.5的 迷你轉接頭的線 那 沒有辦法 因為它 這是iPhone 8 iPhone 7 取消我們的3.5的 迷你孔 耳機孔 然後就是一個充電線 然後呢 iPhone 8 它自己支援快充 但是呢 它附的 這兩個 並沒有快充的功能 就是它的線 我覺得線 線不知道有沒有查啦 不確定 主要是這個 它沒有支援快充的規格 然後 如果你有買Mac了 好像Mac 有一個變壓器 它的那個 是Type-C的接頭 然後它就可以做快充的功能 對 好啦 那其實 快充 快充而言 對我 對我來說 其實並不太大需要啦 那 其實我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這支 玻璃 玻璃被改的啊 其實 還蠻漂亮的銀色 然後 當 那時候我去十幾本次看展示機 我覺得 太空灰實在是蠻普通的 嘿 然後 就為你開機的啦 然後 它一開始就是 它的模 就是 從這邊試的 然後可以試到你整面 因為那次還沒有貼那個 那個玻璃貼 所以我暫時不想試 所以它就是 一個保護貼貼著 然後 你買的時候 通常它會開機 驗靈看啦 所以你要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 那個 點點啊 灰唇啊 螢幕怎麼怎麼樣啊 聲音啊 喇叭是不是 有沒有破音之類的啊 所以要注意一下 鏡頭 雙鏡頭 那 只有雙鏡頭的 iOS 版本 11 欸 11還是 好像就有那個人像模式 要雙鏡頭才有喔 人像模式 那人像模式到時候 等大師玩了一陣子 熟悉一下iOS的介面之後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人像模式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OK 那其實 基本上呢 由於採用玻璃即可啦 所以 你拿起來會有一點點的 我沒拿過以前的 iPhone 7 Plus的重量 不過他們是說 有感受不當 那 我原本也在考慮說 是要買4.7吋還是5.5吋啊 因為 大師的手機其實蠻大的 所以 其實還好 那 你的保護套的話 你如果再選大一點 他就是 一整坨這麼大 所以 你們自己 可以考慮一下 那 手小的人當然也是建議用4.7吋就好 不過 如果你是喜歡玩遊戲的人 跟大師一樣 你還是買 iOS 5.5吋 因為5.5吋 如果 你像我轉什麼之塔啊 如果我要單手轉 他 4.7吋可能就會太小 然後大師手就比較大 所以 玩起來的 一個感覺 就有點不太 不太舒服 不太爽 OK 那 基本上 成名的配線大概就長這樣子 好 那 當時買的是銀色版本 256GB 然後 大 要34500 嗯 花了一個月 好多錢 一個月薪水 好啦 不過第一次玩iPhone還是蠻 蠻新鮮的 它的速度 也讓我蠻滿意的 就是都很快 然後 目前 我昨天才買的 所以大概 我是禮拜六的時候買的 所以 用的時間還不長 那 一開始 開機做設定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有好多東西要轉移什麼的 那 有問題呢 可以 如果你是想安卓想跟我一樣第一次換iPhone的話 我也是建議你可以買iBar啦 但是 如果你對需求沒有這麼大人的話 你可以買iPhone7就好了 但是呢 我有去買的時候 也有去問 一些 店員 他們是說iPhone7 目前都缺貨 因為它這樣講 那 它的外型又跟iPhone8差不多 所以大部分人會選擇iPhone7 那它性能的話 其實 說實話 我也覺得差異不大 那 它只有 我看的話 是CPU 然後 還有什麼 好像就CPU吧 跟 亮度螢幕好像是一樣 喔 跟玻璃機可啦 然後 雙鏡頭就是有能向模式 那 i7 Plus也有啊 那 基本上 如果 iPhone8 Plus的 記憶體我印象中是 看一下 3GB吧 有點不確定 那有寫嗎 IKE 話不關 我印象中是3GB iPhone8 Plus是3GB 可是 對記憶體而言 在iOS的系統上面 優化其實做得非常好 所以 記憶體2G的i7 我覺得 如果大家是 家庭考慮的話 i7是值得入手的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等 因為 暫價嘛 可能暫時都沒有貨 那 大師在買iPhone8銀色Plus的時候 蠻多門司都沒有的 然後我問一下 電源 我不知道電源講是不是真的啊 他說 iPhone8銀色這次出好像比較少 一點 都是灰色跟金色居多 因為他們都說金色賣比較好 對 但是 因為大師必須是個男生啊 金色實在是太秀氣了 所以呢 我還是買銀色在 我在銀色跟太空灰 兩個顏色在選 那 一開始拿太空灰 我覺得超普通的 超級普通 但是我 在 看旁邊的 有展示機iPhone7的鑰匙黑 我會覺得鑰匙黑真的比較漂亮 但是這次又沒有出鑰匙黑 可能明年3月4月會出也不一定 那 相比之下我就覺得 欸 銀色的背 背面會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黑色實在是就是 怎麼講 就是比鑰匙黑 不好看啊 對 但是這次又沒有出鑰匙黑 但是他的太空灰其實已經很接近 完全接近黑色了 那 像 大師買這個銀色 其實我覺得他背蓋啊 玻璃背蓋 後面這邊 其實 他 也像白色啦 雖然他還是銀色 雖然他說銀色 可是我 大師的視覺效果看下來是 呃白色的 那他被旁邊的這些邊框啊 就是銀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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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以前的是 喔對了 如果以前的是 MicroSync卡的朋友們 那你記得 要去 那個你的電信換 Nano的 Nano的Sync卡 應該是免費的啊 但是中華電信 也是免費的 要不然你不能開機喔 對 那 我記得 如果你iPhone 呃 接上網路 登錄進去的話 然後好像就開始送保固 然後自動幫你登錄 對 你要有Apple ID才可以 我就是研究了很久 啊 就是大師是新手啊 那Google那個 Apple文明啊 就是 建議一下 你大師第一次玩 OK 所以研究了一陣子 那其實他的聲音 就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很多 因為我家 的喇叭 實在是有夠爛 我家弄 弄iPhone玩遊戲 哇塞 那個聲音 真的很棒 沒有話講 真的很棒 OK 那 之後有什麼功能啊 就是大師會再 就是 介紹一下 這個iPhone 8 有什麼 好玩的東西 跟Android不太一樣的 那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他的 這個Home鍵呢 就是 沒有 應該是虛擬啊 他裡面會有回饋給你 那個 震動的感覺 那下面就是Lighting Lighting的接頭 跟 那個 喇叭口 這樣子 好 那大致上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 因為iPhone 8 有之前無線充電 那無線充電 大師可能也用不到 但是 如果你需要 無線充電的朋友 那你只能買iPad 或是i10 那 再來就是 你的保護殼啊 就不能用金屬的 因為它會影響 你的無線充電的感應 OK 這樣大家知道了嗎 好啦 那 大師的 開箱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 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到頻道圖片 按一下訂閱 歡迎到左下角的鈴鐺 訂閱 紅色按鈕 按一下訂閱 也歡迎到粉絲也按著讚 你說最終尊敬消息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囉 謝謝 掰掰